三摩地是禅定 禅定有很多种方法 所以叫祝三摩地 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法 用的是持命 主要晓得这是修三摩地 怎么个修法呢 我们遇到瞬间 遇到善缘 瞬间就是环境好 非常美好 善缘什么 你遇到人都欢喜 都是对你很好的人 这个里头容易生贪爱 要一生贪爱麻烦大了 为什么贪恨是烦恼 那贪嗔吃饭也特烦恼 那不是好事情 在这个环境里头 要有智慧 不生贪爱 甚至感恩 决定没有贪恋 如果是逆缘 环境不好 处处有障碍 人是不好 都是来找麻烦 来毁谤 嫉妒 甚至陷害的 这环境 不生 怨恨 一生怨恨 又到烦恼去了 这叫真正修行的功夫 总是以清净平等性 来对待一切环境 一切人事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这就对了 那环境来实在忍不住 都吸气很重 怎么办呢 通通通归得欲佛号 叫慧念佛 贪念心起来了 阿弥陀佛 把它换过来 阿弥陀佛没有贪心 怨恨心升起来了 阿弥陀佛 用这一句 修 三摩地 叫念佛 三摩地 这叫真会念 念佛的人多 会念的人不懂 会念的人 把烦恼吸气全念掉了 没有了 他就成功了 天天念佛 烦恼吸气不断 都没有想过 虽然不能说 他没有被念 他念的时候 只是在阿赖耶诗里 种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 在这一生当中 不得受用 你说哪一生才得受用 哪一生 你能够用这个方法 把你的烦恼吸气给付出 先服 然后把它断掉 成功 那叫会念 这样念佛 跟你修禅 没人呀 必修禅方便 必修禅容易 因为他一切实 一切出 都能保持功夫不断 这个太舒适了 我倒是不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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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倒是不断了 我倒是不断了